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今天是2019年4月2号星期二 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台湾的话题 因为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也就是在2019年3月31号的时候 有两架中国空军歼11的重型战斗机于当日上午11点左右飞越台湾海峡中线 在台湾海峡中线的东侧飞行了大约10分钟左右 台湾空军也立刻派出金国号战斗机前往拦截 并且有四架F-16战斗机从台湾方面的空军基地紧急起飞 双方大概在空中对峙了10分钟左右,然后中国战斗机返回 4月1号,蔡英文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向外界通报了中国战机 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的这件事情,并且提出了强烈的谴责和严正的抗议 称战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是鲁莽,是挑衅的行为 同时呢,这也是对区域安全的一种公然挑衅 台湾当局的发言人黄崇燕同样也表示 蔡英文已经督促台湾的军队做好各项战备任务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台湾海峡中线这个概念 下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台湾海峡中线是一条无形的界线 是一条从东北向西南走向的圆弧形 全线的这个范围呢,绝大部分是处于公海 台湾海峡中线的起源呢,主流的说法呢 是1950年代美国所制定的一条 就是让台湾海峡的两边就是中国大陆和这个台湾互不侵犯的一个中线 但是根据这个情况来说呢,中国政府呢一直不承认这个中线的存在 所以他不承认这个台湾海峡中线的这个概念 早期的时候呢,因为中国大陆和这个台湾的这个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呢 相对就是相差的比较悬殊 所以呢,台湾完全没有把这个台湾海峡的中线的概念呢,放在眼里 因为当时早期的这个台湾军事实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大陆呢,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实力 所以呢,几乎当时的台湾的这个空军的这个巡防和警戒线 包括海军的巡防和警戒线都是以福建沿海为目标 几次啊,解放军想要出海呢,都和台湾的当时的部队呢,发生了一个战争 然后呢,当时呢,以台湾的这个军事实力来说呢,肯定是可以获得胜利的 但是呢,随着这个这几十年啊,随着这个大陆的经济实力的不断的崛起 和军事实力的不断的发展呢 这个中国的国力呢,不断强盛起来了 在1996年的时候,台湾当局的李登辉抛出了这个两国论 引发了台海危机 当时的中国空军呢,直逼台海中线 从此以后呢,夺回了这个台海中线以西的这个空域 之后呢,大陆在2015年的时候呢 又划定了这个M503的这个航线 极度压缩了这个台湾空军训练飞行的这个空域 所以台海中线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台海中线是互相有默契为前提的 大陆和台湾互相都有默契,互相体谅,互相照顾 双方都保持克制 不到迫不得已呢,不会越过这个台海中线 也就是我们说的台湾海峡中线 但是最近呢,之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呢 明明就是因为美军频繁的进入台湾海峡 包括美国和台湾还在讨论这个军售的问题 还有就是包括之前的蔡英文在访问太平洋岛国的时候 在美国过境停留等等这些单方面的行为呢 改变了现状的后果 所以呢,中国呢,才会出现一些反制的一些措施 我想请问一下蔡主席,你和民进党怎么不自我反省一下呢 你们明明自己有一些单方面的行为改变了现状 但是呢,每次一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总是把这个责任和问题的原因推到对方身上 你们不自我反省 反倒说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 这是导音为果 猪八戒倒打一耙啊 显然如果你倒打一耙的话 那对不起,我觉得海峡中线可能也是个伪命题了 什么海峡中线 因为它没有白纸黑字写出来啊 对不对 那既然没有白纸黑字写出来 你当初不承认九二公十的时候 也是说没有白纸黑字 所以九二公十就不存在 对不对 那既然这个台海中线也没有白纸黑字写出来 那我们也可以认为台海中线这个命题它是不存在的 那既然不存在 美国人可以通过说是这个地方是国际水域 那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走呢 大陆飞机依然也可以飞入这个国际水域啊 近日啊 这个美国频繁的在这个军舰啊 进入这个台海 美国呢 自己打破常规 自然那中国也可以打破默契 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而且这个属于什么 属于对等的行为 也就是说 美国可以采取单方面的行动 那自由航行南海和台海 中国大陆也可以 毕竟啊 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几十年前那个中国 如今的中国是有这个实力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 其实我觉得美国军舰在台海附近平凡出现的时候 台湾当局就应该可以预料到大陆呢 可能会突破台海中线的这个情况 也应该会预料到台海中线将不复存在 中国的目前的对策啊 我觉得对于台湾就是三个 一个是穷台 一个是困台 一个是会台 穷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从这个经济上打压台湾 就是比如说不进口农产品啊 或者说不买台湾东西啊 让这个台湾的那些 就是以台独为核心的企业呢 不能在中国大陆赚钱 另外一个困台是说 就是说以军事包围 或者说各方面的这个实力 来压制台湾的台独势力 另外一方面会台 就是说比如说 对于那些 对大陆比较友好的人士 或台湾老百姓呢 要给予很多优惠的政策 希望就是说 两岸一家亲共谋发展 其实我觉得中国目前的政策呢 肯定是不急于发起事端的 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大洲的 这个经济联系 才是这个首要的事务 另外啊 台湾的民进党的当局呢 其实他们的行为呢 也在逼着北京当群呢 采取此类的行动 因为他们仗着美国撑腰啊 民进党日益嚣张的这些做法 一方面导致台湾内部分裂极其严重 另外一方面呢 让北京当局呢 更加的不爽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呢 未来可能还会升级 给台湾还以颜色 大陆一定要让台独分子知道 依靠外部势力 公然挑衅大陆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现状可言了 就是让民进党 让那些台独势力难堪 而且民进党在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情况下 大陆的做法也是合情合理的 蔡主席啊 其实他的双重标准呢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就是说美国军舰过来台湾海峡 他接受 但是大陆飞机飞到台湾海峡 他就觉得不接受了 那为什么呢 既然都是公海领域 为什么他可以去 那我们不能去呢 对吧 蔡主席的双重标准 真的就从逻辑上来讲 就站不住脚 而且很多台湾网友啊 包括一些台湾的一些 那些台独分子 可能还有一些老百姓 他们总觉得 如果万一大陆和台湾 发生军事摩擦的话呢 美国和日本会介入去帮忙 帮台湾 帮助台湾来对抗大陆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网友呢 就不要一赢了 台独分子们也不要一赢了 美国人的态度和想法 不可能是你们想的那样 美国也就是拿台湾当成 和中国谈判的这个条件 台湾只是我们谈判的这个筹码而已 美国从这个谈判当中呢 顺便呢 想赚一点军火费 仅此而已 台独分子们 你们不要多虑了 那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聊到这里 拜拜 拜拜